真言第二十二章 名誉胜过多财 恩宠胜过金银 世上有财主 也有穷人 两者都是耶和华所造的 精明人看见灾祸 就躲藏起来 与蒙人却往前走 自取祸害 谦卑和敬畏耶和华的赏赐 就是财富 荣耀和生命 奸诈人的道路 满布荆棘和网罗 谨慎自己的 必远离这些 教养孩童走他当行的路 就是到老 他也不会偏离 财主管辖穷人 欠债的 做债主的奴仆 散播邪恶的 必收祸害 他愤怒的账 终必毁掉 心存良善看人的 必蒙赐福 因为他把自己的食物 分给穷人 赶走好 讥笑人的 纷争就除去 争执和耻辱 也必止息 喜爱内心洁净 嘴上有恩言的 君王要做他的朋友 耶和华的眼目 护卫之势 却倾妇 奸诈人的话 懒多人说 外面有狮子 我在街上 必被杀害 淫妇的口 是深坑 耶和华所恼恨的 必陷在其中 欲望束缚 孩童的心 管教的账 可以把欲望 远远驱除 欺压穷人 为要增加 自己财富的 送礼给财主的 必治穷乏 你要留心 听智慧人的言语 专心领受 我的知识 如果你心里谨守 嘴唇上常常 送念这一切 自会觉得甘美 我今日特别指教你 我要使你 倚靠耶和华 我不是曾经 给你们写下 有关谋略 和知识的事吗 要教你认识 确实的真理 使你把真理 回复那 差派你来的人 你不可因为 贫穷人穷乏 就抢夺他的东西 也不可在城门口 欺压穷苦人 因为耶和华 必为他们申冤 抢夺他们的 耶和华 也必夺取 那人的性命 容易发怒的人 不要与他为友 脾气暴躁的人 不要与他来往 免得你效法 他的行径 自己就陷在网罗里 不要替别人 急掌担保 也不可谓欠债地 做保证人 如果你没有什么 可以偿还 何必使人 连你睡觉的床 也夺去呢 你的祖先 立定古时的地界 你不可迁移 你见过 办事能干的人吗 他必势力在 君王面前 必不会势力在 低微的人面前 你会为他们 你会让他们 一样 你快乐